臺灣社會創新永續發展協會所舉辦的第二屆的社會創新管理師的成果化改會 那我們今天大概會用一個小時的時間來跟政委互動跟聽到你最好的電影 那我們開始的時候,還是請我們的那個關主委也是我們協會理事長 吳琪老師來簡單的做一個開場 鄭文好,還有我們所有的學員大家好 那很感謝政委一直來支持我們這個所謂的社會創新管理師 這樣的認證協訓課程的支持 那也是因為有政委擋過支持才有機會分享到現在 那因為今天的時間比較短度一點 所以我也把時間留給各組的報告跟政委的評論 那在這邊要跟政委跟大家來做一個宣布幾件事情 就在於說我們的培訓課程目前是針對社會人士版 我們在做這樣的文采培訓 那我們接下來我們接下來的階段性的目標 就要往所謂的校園版 所以我們也希望讓所謂的社會創新的這個總體 在校園這邊來發芽 那校園版跟社會人士版在我們的整個培育的目的 跟方式跟產品內容的設計都會不一樣 所以這邊可能我們還要再跟政委做個麻煩您的部分 就是我們之後會透過小民再跟政委的一個討論的時間 來看在這個校園版的部分如何來進行 那這個校園版的部分可能會分實體跟線上 對公司的討論 好 因為先向我們第二屆爆 所謂的校園全部各種 所以我們就要往這邊來努力 那我們下半年還是會再辦一次 會有所有的第三屆 那也希望我們不論是第三屆的成本版 呃 成本版好像蠻奇怪 校園人士版跟我們未來的這個校園版 都希望可以持續獲得政委給我的支持 好 那我就把時間交給我們的各組 那我們請第一組 台灣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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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影響力點數平台來進行報告 然後我們今天 預計有五組 會上台報告 每一組六分鐘 兩分最後兩分鐘提示第一次 一分鐘提示第二次 那我們所有的那個五組 呃 的同學好 必須請按照中間的順序準備 好 歡迎第一組 鄭偉 老師 各位同學 大家午安 我們是台灣三向 我們想要做的事情呢 是要建立一個社會影響力點數平台 通過這個平台 我們要建立啟動全民參與公益服務 建構影響力的認性社會 我們這個專案的起源呢 其實是來自於我們看到了 順應在背景上 ESG永續發展的這樣的出示 再來在台灣 我們看到社會的議題 我們台灣已經進入到一個 老年人的社會 在2025年的時候 我們就會進入到超高齡社會 再加上少子化 於是呢 勞動力不足將會是我們全民 必須要共同去意識到的一個 極大的問題 在企業的部分 因為依序著ESG的 ESG的趨勢 我們可以看到 企業其實要準備自己的物料 跟調整體質來應應 但其實在這當中 不是每個企業都做好準備 這也是我們看到在市場上的一個機會點 根據數據來顯示 事實上在善心捐款的部分 每年逐年的遞減 這也代表了NPO 它其實在人力跟財力上面對了 非常大的困境 再加上老齡化跟少子化的狀態 我們可以預期到在未來的將來 需要幫助的人口會越來的越多 我們想要解決的問題是 社會付出的動機跟行為不足 這樣子的議題 究竟在現在志工服務的狀態上面 我們遇到的是什麼樣的一個背景 還有痛點呢 我們可以看到市場的現況跟痛點 首先是我們面對到在志工的不足夠 造成這樣的原因可能非常的多元 首先是參加的年齡層都偏長 另外是在增加服務的系統上選擇很單一 不夠流通 如果我們做了服務之後的兌換 不夠多元 而且有限制 長期也封閉 究竟我們要怎麼樣去 每個企業NPO跟志工 來解決這樣的問題 我們把時間交給Joshua來做說明 我們要做的是一個整合企業NPO 志工的一個大社會部署平台 它在下半也是一個中間的一個 每個工序的角色 服務需求的部分是NPO 當然特別是那些中小型的 資源比較缺的 平台我們可以依據SDG的多元的一個NPO議題 然後來規劃這個專案的需求 我們來進行審核 評估它的影響力 來提供給企業業績沒得使用 那服務供給的部分呢 我們會透過平台來提供勞務服務 或是專業的技術滿足來需求 得到這個影響力的基本跟點數 所以我們透過這個影響力 可以比平台的一個整合 我們可以提升我們的善向志工 服務的有行價值 增加驅動力 我們當然是希望說能夠有更多的社會 大眾的參與 尤其是年輕的這個儲選 提供它的誘因 那我們的點數從哪裡來呢 我們希望當然是從企業的業績收盤裡面 來支持我們 我們來導入這個企業的一個龐大力的支援 那我們比如說我們在PriorRound的合作階段 西端的全家便利商店 我們的三項志工在完成服務之後呢 他們會取得到有標記全家使用的這個點數 那之後他可以在我們的平台裡面 可以再做一個兌換 那同時也幫全家來做導課 那擴展他們的一個客群的效益 那我們點數的平台是跟YOUPOM做合作 因為我們認為說 我們想利用YOU卡 降低一個到眾的一個展具 降低這個兌換的這個技術門檻 然後來增加一個方便性 然後來提供更好的一個服務 那另外一個來源是從我們進行會 譬如說我們 我們在光眼 我們有一個直接兌換專戶 那裡面就有長期固定的專款 針對我們的時間兌換這個平台 那當然因為它是沒有固定性的 所以我們可以更能夠去用來支持那些弱勢的 或是中小型的NPO 連動每個Stateholder 對我們來講 這是我們成功類的一個因素 那我們要解決裡面的英文裡面 可以看到說 NPO的一個多元的一體 我們能夠提供出來 善向能夠自工能夠提供導動力 企業是支持我們永續發展的驅動力 基金外全法是能幫助我們這些 弱勢都做中小型的 而我們台灣善向 則是扮演這個關鍵的 煤額供需跟建構影響力 平台的這個部分 那當然我們透過這個影響力呢 我們除了剛剛講的內容性 透過這個影響力的一個 無形的一個評估衡量 所有的成員都可以知道 他們的投入他們的影響力 都親自去做主 那我們的收入主要是從 這商務裡面可以看到 我們從業績的毀作專案 基金會的捐款 還有鐵樹皮台上裡面的front rate 那透過我們這個 塞藏平台的一個投入呢 我們距離會有很多的一個 一個產出 我們可以看到 從這個裡面的一個 資方的參與數 受助的一個人數 還有這個 互助行為發生數 實踐TGS的狀態數 系列的一個 醫院機的一個 指執行數 這個都是從 可以讓更多的選體 對方的很多參與 在這個都一場裡面的 最終我們對於社會的影響是什麼 我們使得 社會的孤獨行為 跟精神能夠提升 解決到我們最初小型 處理的社會問題 達到一個韌性的社會 我們長期在這個領域 我們看到的這個市場上 有一個廣大的整合 跟每一個的一個需求 是很頗切的 我們上一項 提供一個公正透明 一項你可以衡量最終 對TGS的議題風效 可以來吸引 廣大的製工業 零件企業 可以提供所有的 利害關係很大的一個 效益 我們相信外面的市場 潛力非常的大 EMC絕對是一個大方區 我們也會緊密的 把這個強大力的需求 能夠保護出 不斷的疊代 創造我們有形 無形的一個社會上 跟影響力 這是我們的反對 我們希望啟動 全民參與公益服務 建構影響力的韌性社會 謝謝大家 美抵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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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精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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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主持人大家好 各位老闆大家好 這組的簡報是選擇公民系統 學會論文徵情的五主化是其中一個MVP 也是守護區的部分 什麼是選擇公民系統呢 第一個選擇公民是Global Person 就是說一方面是在地化一方面是全球化 一方面是怎麼讓整個世界成為一個全球公民社區 那Person呢 則進入就是說是自然人法人信息的人 那怎麼把這些界線呢 給這個慢慢的淡化掉 那所以從零的部分是一體共好 從深的部分是艱愛被擁化 都需要一個系統來做這件事情 就是怎麼把這些業績化的一體共好的科技 來促進這些 促進個體擔當的一個選擇公民社會 也就是說業績化呢 怎麼去跟個人的這個社會責任 組織社會責任跟國家社會責任 我們自己會把升華變成擔當 來做這件事情 這是我們覺得公民化的概念 所以拿到這個地方需要的就是 依靠能夠真誠信實化的科技 來做這件事情 這就是我們提出的一個可持續性全球社會 就共民社會已經增三個願力 那麼我們做法就是說 怎麼創造科技業績化 跟業績化組織的這個循環 我們找到三種類型的科技 三種類型科技 但是都是台灣的台上的科技 去把它整合起來做到這件事情 那麼來做到就是說把科技綠色加持系統化 再把組織一起更好生態化 那麼在這個專頁裡面 我也用到這幾個技術 跟學生跟大學 那我們先看一個demo 我們做了一個真實的demo 那麼這個是整個剛剛這個系統科技來做到 首先就是說 這個這邊有一個會議管理系統 在會議管理系統你看到 會議開完之後 它就有這些綠色的指標做出來 那麼它可以立刻呢 去產生一個就是審查表 或者是簽到表 或者是這個議事錄這些文件 大家按下去的時候呢 你可以看它就立刻抓這裡面的資料 去產生可簽署的文件 那同時呢 手機的APP也可以收得到這個東西 那麼 這個東西它可以有個會議密碼 所以各方都可以有會議密碼 做這件事情 那各評審可以用email收到 其實沒有APP都可以 email收到就可以打開來 用browser就可以打開來 所以這個簽署的link是可以透過 Line啊 email 就可以傳遞過去的 傳遞過去之後呢 它可以立刻在手機上面呢 也是一樣打密碼 進來之後呢 它就可以立刻來簽署 簽署的時候呢 它就會在 它在這個簽署呢 就會呢 做自動的錄影拍照 GPS IP的Trace 這些人事實地步的證據 就會立刻傳到後單去 用數位填碼封包起來 變成一個檔案 好像PDF上的檔案 就是存在大使裡面 所以這個東西它立刻會同步 所以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委員 可能透過PC來開啟 也是一樣 可以用browser來開 也是一樣可以做到所有的事情 不然它會看到這個 它打開的時候 它看到的時候 就是update過的 所以它會看到呢 這個人已經簽好的東西 它真的可以點這個影片 點出張規定會播影片 那做完之後 它可以立刻呢 就可以下載 這個文件 它可以立刻下載這個文件 而且你可以用 比如QR Code 或email 或下載的方式做到 就無恥化的 那甚至於說 它不用電腦 它可以用手機去拍這個QR Code 就可以拉到手機上面 繼續去完成這個簽署 那透過這樣的方法 就可以完全無恥化 而且所有的人 可以在各個各個地方 睡在國外 都可以做這個簽署的動作 那這只是一個例子 我們這個目的是 做到整個學校的校園 全部都無恥化 跟所有其他的產業 那接下來我們再看一下 再往下走就是說呢 它甚至可以在這邊 直接開一個試訓會議 開一個試訓會議 那麼 這個就是剛剛這個試訓會議的系統 那麼 這個試訓會議的系統 所以透過這個方式 連實際的系列 就是所謂藝術品 或者要看的東西 都可以透過這個 用4K、8K的方式 去做這個呈現 所以我們在做的就是 怎麼把一些台商的科技 整個做一個搶聯盟 整合起來 而且呢 都實際的場域去結合 那麼這個已經是 在醫療界等等 都已經完全做到的 畢子 那我想直接跳下來 跳快一點 跳到這一個 這是我們的商模 我們想建立的就是一個 全球公平系統的一個生態系 透過這個方式呢 把這個 三個子生態呢 整合起來 再往下呢 是我們的相關的指標 好的 最關鍵的是這張圖 就是說 這個地方 就是說 我們希望這個方式 能夠幫大學去爭取 EOSR的一個計畫 做校園五指化 另外就是說 希望國家圖書館 現在 還要兩本紙本上傳 現在以後 可以用電子檔上傳就好 也可以成為 電子書的keyless 成為台灣的 ESD7的一個亮點 跟全球電子的亮點 那最後呢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 這個 團隊 你看我們的團隊的組合呢 其實是 關注在所有的領域的 這就是下一階段 或是在到 全部領域的一個 一個隊伍 那我們希望創造就是這樣子 就是一個可持續 這個專輯本身也是可持續性的 以後可以有不同的技術 的專輯一直下去 那創造這個 創造一個可持續續續的一個 成為公民數位諮詢的社創 來創造一個可持續續續的 成為公民系統的生態系 那最後使得是各種公民 社會可以可持續 好 這就是我們今天進發 謝謝 好 這一組用了剛好 就是六分鐘 好 我們下一組 來講 一億本漫畫 一億本 團寶 那下一組是 呃 羽毛牽牽制 請刻意準備 好 好 感谢观看 请政委各位家庭大家好 我要报告的是 一亿本漫画一亿的希望 小时候我们看黑本书听的一个故事 崇拜的一个人就会影响到我们孩子一辈子 我相信在场的各位都是这样子的 那么从2009年我就开始进行的计划 那么在这一次跟课堂上跟各位老师还有同学 在讨论各种议题之后 我已经列定了未来的实力计划 2020年到2022年到2031年 过去有婴儿潮X四代 X四代、Y四代、江四四代等等 有草莓族、坑老族、躺平族等等 那么未来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 环境世代 因为联合国的报告里面讲了一件事情 未来的孩子每天不愁吃、不愁穿、不愁学习 可是他一张开眼睛 他就是水污染、空气污染、海洋污染、海面上升的问题 没有环境认知的世代 在未来是没有办法生存下去的 所以我们未来十年列定了四个计划 透过漫画书 这是联合国的环境报告书 让177万个台湾的小学生都能接触到、理解到 了解联合国做出的环保的关键的知识 从177万里面 我们希望调出10万个行动者 让他们进行90天的环境教育跟行动 接着我们做10级的环境认识师 对于学生来做认识师 也把SDGS给纳进去 发证照 并且跟他的学习跟行为有关系 最后我们希望 未来是需要有人去解决这件事的 所以我们希望台湾能够产生未来100个环境的科学家 在未来十年为这个事件 做出良好的环境解决的贡献 这句话其实正按大家 人类紧战地球生命体的0.1% 却摧毁了其他3%的物种 那么我们要做的事情有三种 第一个 人类未来可能会生物灭绝 因为过去已经有五次大灭绝了 再来人类科技也可能以往其他星球 但是可能继续的让其他星球受到温暖 污染 那么我们最希望能够做的就是一个希望 让我们未来的孩子能够用新科技 解决未来的环境问题 这是我们希望做到的事情 那么大家都知道16岁的张伯格 然后15岁的拉欧成为最年轻的环保科学家 去年4岁的巴西女孩Lina就开始下海捡垃圾 也就代表10年前我进行的计划 现在所有的环境工作都一起在做 我们让孩子为未来的世界做 那么这个17岁的小女孩被称为是这个台湾的桑伯格 他说了一句话 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一句话 我们是未来的世界公民 现在不做到时候我们就死定了 那太多的数字讲不完了 光是讲两个数字 第一个 台湾在食物浪费跟衣服的浪费是亚洲第一名 每天台湾人每分钟丢掉438件衣服 那给各位看一下我上面穿的西装 1994年我为了在出版社当总编辑接待日本贵逼 所买的衣服到现在我还穿着快30年了 我为台湾人的这个每分钟丢掉机油 贡献了很大的数字 所以我们未来只有两件事情 第一个 我们能够解决地球环境的问题 新科技新人员这可以解决 但是有一件事情永远不能解决的是 如果人类继续这样大幅度的浪费 那么人类的物质欲望不降低 地球是承受不了这样的事情的 所以从2009年联合国美两年 会邀请几百个科学家 来做科学跟环境的调查 我将这本科学报告书画成了漫画 那从那时候开始 我拒绝了出版社一百万的版税 我就开始走了免费送出这个行动 那在过去我们已经进行了许多年的计划跟行动 也获得了奖项 去年我是新北市管保奖个人组的得主 那这是我写的视频模型 如何透过学生家庭互动社会互动的一个方式 回过头来 在任何时刻大家都问我说 谢谢我进行这个事情 我说错了 我本人并没有孩子 所有的孩子都是我们的孩子 所有的孩子都是我们的未来 如果我们大人们不行动 我们其实对孩子很珍贵 因为孩子们已经在努力 我们看到了 可是很抱歉 2030年205年 这件事情可能是假的 因为过去的52年的地球日 地球并没有变好 未来的50年也很难变好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 在这个行动上面有国家政政 官方认证等等 环保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大家都说 我们要为地球及生物来做环保的工作 解救他们 其实是错误的 环保的目的是为了解救人类 如果地球跟生物不存在的人 人类不可能会存在 所以我们一定要导正这个观念 环保的目的不是为了解救地球 而是为了解救人类 这件事情需要我们所有人 共同努力 谢谢各位 这一组用了五分四十六秒 不是四十六秒 好 下一组 可以来吗 好 可以 以毛签进制 然后最后一组 那个 长照组将将要压走 好 谢谢各位 本次的内容就是谈有关羽毛筋筋制 那本质上就是你的墙壁换成现金 然后期待美人衣服化的一个计划 为何羽毛 因为羽毛它是一个又柔软又轻的一个 又是微不足道的一个物件 但是同样的是 如果集结所有的羽毛 它反而可以让一只鸟飞起来 但是有一个核心就是 要有那一只鸟 组织那群羽毛才有办法 否则就容易散掉 所以要集结大家 也期待各位一起去做 所谓的美人衣服化计划 希望美人手中可以购买属于自己想要的衣服化 那这是目前为止的国际当中 都是在抢脱注意力 而我们每次所有要宣传的部分 都被注意力所吸走 所以要打破这个注意力实在是非常的难 尤其是新闻媒体FB所有方面 各式各样的版面都被抢走了 可是这方面却是有一个方法 我们来讲后面的 首先是讲一下各位 你的墙壁一个月价值多少钱 这个其实是一个名称的概念 但同样也是有很大的价值感 这个只有商人才看到 同样的 所以本人我提的内容就是 社会创新的思绪有两种 一 人们可以随意出租自己的工作墙壁 二 墙壁上的画作及作品 可以动态性的进行贩售 它的商业模式 如果用简单一句话来讲 它就是墙壁上的Airbnb 只是用APP的方式去呈现 再讲一次就是墙壁上的Airbnb 方向显现 这样大家就比较好运气 所以就是看不见了画家 闲置的墙壁 想要购买的投资者 这就是三个 后面我会简单提一下 所以社会问题 遇到的就主要是 美学不足 第二 艺术家的生机困难 跟文字馆的闲置 以这三个方向解决去走 美学的部分呢 就期待各位的美学提高 提高国际竞争力 这样达成8的投资 第二是艺术家的生机困难 提高大家的美感 同样也是提到8这个内容 后面就是文字馆闲置 有很多的资源的浪费 还有很多政策的缺失 但如果解决的话 还会达到了11 12 甚至16 也就是腐败这相关的内容 那解决的社会问题 社会模型 有大概是这以下内容 但我后面后续会慢慢的去讲 主要关系人 有画家们 在这协会 还有今天投资的所有人 墙壁的所有共组 以上发展手 根据痛铁的思绪分为这三种 以能穿钱 提高流量 满持续的消费率为所 所以我们的商业模式 就以他们的思绪 慢慢的去前进 所以商业模 刚刚也提到 就是墙壁上的Airbnb 但同样的方式是 我们排列下来 什么要能做 什么不能做 所以最早期呢 我们是做这个部分 但同样 最有影响力的 还是后面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先从这部分 能火下来最要紧 那第一种 就是贩献中间费用的收成 看到画作 购买 支付 是一个很基本的思绪 同样呢 只要AP的话 也可以买家跟买家 进行一个交易 这是第一种 也是最简单的 所以收取的中间费用 例如Rain最高 然后平均收费的费用 然后艺术家也可以收钱 后面的部分 是画作作品的租件 那这个后面我就不多说 专人费用 收年租金的费用 对 然后同样第三种 就强调了定类的测展收入 这也是其中一种方式 那在整体的 那是Model 一样 还是我所说的 是MVB的形式 对 但是跟外面所看到的商务 最大不同是 我们有左手边的这个区域 就是 一 画家是给相对弱势团体 相对弱势团体 同时我们还会有进行下一步的所谓的培育艺术种子计划 那么 沙月模式的后期 我们是有一个很大的愿景 第一 是有价值的墙壁都可以使用 而二 这个其实就是我想讲的重点 但我只有两分钟 我就是一分钟时间讲这个 绝对的竞争力 为何 因为一 不只是艺术家设计师有更多的展览 很多的美感的张开 最主要就是可以让每个艺术家都有一个外交官的一个功能 可以跟每一位外面的人 国外的人进行互动 而艺术品 比较不容易受到交易所限制 而同样可以让更多人看到 那第三 就是文字馆作为展示的地点 所以其实我们在后面的后期当中 最主要是文字馆的部分 还有现在他们的部分 不期待很多人在 尤其政府 后面最重要的一个支持跟协助 这个是比较难的 但做到是很可观的 尤其是不仅社会价值 而是国际观的社会价值 好的 所以期待美人衣服画计画 让每一位外国人 都有台湾艺术家的画为目标 同样 通过美学 达到冲突各部会 管充冲突各部会的任何可能 为何羽毛呢 因为羽毛它又柔软 又可以达成和平的象征 以这样的方向呈现 不只是解决了我们很多社会问题 更可以保护到我们的台湾 以将国际观的实施去走 尤其是我们的羽毛清蒂寺 通过一个墙壁 换成现金 每一幅化计划 然后通过这部分 然后用美学 然后保护到大家 谢谢各位 各位朋友 各位同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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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高龄生活招呼加NDP 我们希望透过现代科技 及众人持力 一起成为长照政策的在地安老咨询站 一起共老共好 那这几位是我们的主缘 包含在基隆上帝 深耕多年的圆明跟议程 科技界的技术担当 东盛哥 还有金融背景 总算达到在KPMG服务的新庭 本我则是在电商 新创 MPO打根 现在则在所有文化协会 社商总体服务 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各位家里有65岁以上长者的 麻烦帮我举个手 如果今天 你的阿公阿嬷 你的爷奶奶或是你的父母 在厕所跌倒骨折了 你会怎么办 可以麻烦一位帮我举手回答一下 我听点名下 我的例子在 打电话 打电话给谁 给相关的救护单位 好那接下来呢 如果这些医疗救护你要花多少钱 很多啊 就52千 大概 大概要 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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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万一趟 一万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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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他完全都好 照顾完 十万块 好 那OK 这边提供给大家一个资讯 根据这个统计呢 其实 一个家庭如果有一位65岁以上 长者跌倒 平均额也会增加四万块 这是最低的 一个医疗照顾的费用 还不包含各式各样的附件费用等等的 那全国合计起来有多少呢 51.4亿 那如果呢 今天你的家里 你的厕所里面 多了一只副手 如果减少了这个跌倒的困难性 我们可以减少多少的整个政策 财政支出呢 可以减少22.5亿 那这台政策 仅仅只是医疗照顾费用而有 还没有包含照顾者的身心缺乏 以及各种潜在问题 那就从这个问题出发 我们来讨论一下 根据公园院洗手 男生人寿的一个调查 对于长照政策的这个认知 以及需求程度的了解 发现长照政策我们有五大痛点 其中呢 我们有40%的民众 其实是完全不了解 几乎不了解这些政策的咨询的 那其中 国家生产力核心的这些轻壮组 更是有将近48.2%是完全不了解 以及不了解的状况 而在此呢 失资症照顾服务 以及家庭照顾者的支持 服务据点的这两块 又是最不了解 也可以从这个图表之中去看出 整体而言 虽然55岁以上的乐领族 虽然比较了解一点点 但整体而言 其实还是不太够 那由于政策 对于长照 由于政府对于长照政策而言 其实还是以社会复利的角度出发 没有办法顾及每一个个体之间的需求 尤其资源是有限的 因此勤力的资格 也是有相应的一些限制存在 没有办法顾及所有人 那不论是资金上面的缺口 或是需求上面的政策 没有办法要满足的地方 民众对于其他可行的解法 其实也是不够了解 不清楚 该如果去补足这些缺口 或是向什么单位去寻求 资源去协助 因此工研院在此提出了 三大的政策建议 第一 会是协助民众去了解 长照2.0各式各样的方案 但这只是第一步 第二步 则是尽早去准备 各式各样的其他方案的解法 第三 则是 其实是呼应到2跟1的 去了解 长照政策2.0以外 各式各样的生活需求方案 那 因此呢 在深知这些 政府政策 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我们提出了一个解法 我们将根据不同区域的特性 整合在地的资源 结合政府 民间 NPO的力量 去产出一份区域性整合的 长照资源地图 那我们参照了国外强见的需求 以及台湾白皮属的产业 长照产业白皮属的白皮属 分为了十一住行 娱乐 一彩 等八大领域 那第一阶段 我们将透过我们的长照资源 我们将透过我们的整合方式 去将 以基隆为核心作为出发 整理北北基各区域的长照资源 第二阶段呢 我们将会去联系各串联的策略伙伴 包含像在地的基隆这边的协会 以及我们的业师台湾在地安导协会的律主委老师 以及第二阶段的时候 我们再去联系到市民场已经很大的服务 远求社区以及自社会社区管理这些单位 一起来推动这些服务 以上是我们更详细的一些分析 那我们发现了说 其实市民上这些 人家并不会是我们所有能够接收好客群 因此我们透过这个公式 发现这会是最符合实际状况的一个 我们可接触到的高临人口 那合计起来呢 我们发现两个阶段 我们可以一起包含的数量是62万人 第一阶段是35万人 合计到第二阶段则是62万人 那透过前面这两个阶段的一个行动 到第三个阶段的时候 我们将它扩大这个合作洽谈 包含是我们前在合作厂商的一些分论讨论 等等等 那这是我们实际的一个运作模式 我们会先整合并且建议这个平台 提供公开资讯 让大家可以看到说商品资讯在哪里 那为会员去提供服务 去为厂商来带来曝光 串联这些平台 上连各式各样平台的人数 一起扩大这个平台的服务 那这是我们目前的财务预测 那我们团队的成员也很有行动 因为今天早上已经跟基隆市政府 方面进入报告 也确定会取得基隆市 旗舰三天安导计划的一些资源服务 因此我们的财务已经 确认第一步我们有启动资金 那底下是我们商业模式图 最后的话我们来谈到我们的 整个社会影响力的范围 我们将会以再两项作为核心出发 未来会扩及到 17项其他的各项服务 那我们是高零生活招呼加IPP 我们需要集结众人之力 一起共享更好 谢谢大家 好,我们最后一组用了6分10秒 基本上上面五组 都已经把我们的那个 各组的专题的精髓都已经发挂出来了 现在时间非常的压迫 所以我们最后 这一段的时间还是最重要的是 请我比较去我们的政委 来给我们各组的鼓励 好,我们现在热点掌声 欢迎我们的唐博士 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 那可以说整个是会议两多 然后这是第二次 跟上次相同就是 我觉得在社创的 我自己通常的计法是三个M Mission mechanism 跟measurement 就是使命怎么样对应到这个解决方案的机制 这个机制再怎么对应到影响力的评估 的这个基本格式 虽然当然最后一组是完全按照这个格式写的 但是 其实大家都是用同样的方法在评估 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有扣合 我们要推行社会创新来大成为主发展的最基本的概念 就是去节省各个不同部门中间的合衡成本 因为在就是有这个共同的方案之前 那不管是非营利部门或者是合作经纪或什么 他大概都是用不同的方法在讲这三件事情 那刚刚看到说大家可以跨部门用共同的语会来讲这些事情 我觉得这已经是相当成功了 所以这个课程是很长 那因为简报当然是一定是top level 所以其实我自己有一些比较没有听懂的部分 那是不是我就先把我没有听懂的部分先提出来 然后看各组如果有很多回答的部分 就是不是先回答 这样是比较容易一点 那在第一个部分 我看到的是说 它是一个从mission到mechanism 它主要就是说 企业的ESG是一个方向需求 那所以它一定会加持留向我们这里 但是因为从企业的角度来看 我如果是企业的ESG部门的话 我可以找的这种 就是mode of exchange 就是去帮我做account的这样子的 发展是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就是说 它可以提供你价值是没有问题 这价值可以提供你货带没有问题 跟你对它的价值是什么 我们的这个连接 我好像刚才比较没有听到 那我不确定说这是 就是其实是有的 然后简报里面 就是比较没有写到这一块还是怎么样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提问几答 还是我就全部讲下去 这个format是怎样 可以提问 哪一组愿意 因为我们其实我们在上个礼拜 我们的一个简报里面 其实有报告证明 因为今天时间比较不够 因为我们正分析到说 我们提供给企业的一个 三个主要的一个利益 第一个当然是 我们在美额当中 我们只提供给企业 多元化的一个 一个业势的一个选项 因为针对如果是大的企业 他们可能有自己的状态 所以我们会去关注 这是客制化 业势状态去给他们 如果中小型的他们因为 在游戏公园内面 他们没有这样的编斥 所以我们可以在外方由我们 保护我们可以将来期间 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说他们自己 如果没有那个 measurement的方式的话 你可以提供一个 类似包装的这样的 保险给他们 直接就可以产生出这个 那如果是往这个方向上的话 我会主要建议就是说 可能可以focus在 他对于企业里面的 不只是对外的形象 PR的部分 他也是包含他自己 员工因为他自己参与 或者他是有些 想要改变等等 他因此可以碰到一些 就是BD的部分 尤其是中小企业 他之前可能是他本来有一个 确定的saleholder的生态链 但是当他产生出一些 价值的时候 他有点像是 预先做的上市公司 一定要做的那种 报告的那种事情 但是当大家 选择类似的具体的 目标之极的时候 那其实这个部分 也是一个他未来做BD 的一个很好的出口 所以我觉得这个value 可能要再讲个更清楚一点 那我如果做一个 中央企业的决策者 我就比较愿意是 整个公司来动员 而不是只是这一季 试试看你们的服务而已 那这个link 我觉得是还蛮重要的 这样子 谢谢 对 那第二个 这个 担当是 就是accountability take account 的这个意思 就是说 因为Mission那边 好像写了就是 全球公民的担当 然后透过大家 落实物质化来 来达成什么 来成 就是说 这个Mission到 行为改变是Mission 就是大家更有担当 那那个Messence 是大家去 用一些可正式的方式 去确保说 我的华星族 其实是友善的等等 那这个怎么连回 那就行动改变 就是我用了你的这个 interface 比起好看 一点钱 或其他的界面方案 他为什么会带来更多的 担当的行为改变 这样 对 首先就是说 这个事情 可以落实到校园里面 所以每个学生 其实这个就是在 使用过的就是一个 ESD 那第二个就是说 它这个技术 已经做到 基本就是最节能的状况 因为没有一个就可以了 所有的装置都可以用 而且不需要再有 额外的硬体设备 等于它是用自己的设备 不是用公共的设备 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整个过程里头 都是一个自己的志愿 医院去做这个事情 而且呢 再问他自己的设备 去做这些事情 而且所有的都是 落在一个个体上面 比如说 这个事情真的要实现 这个不一定要大学 整个去采用 他可以是有某一个研究生 他自己愿意这样用 他就把几千块的这个论 音质的钱 或者是这些研究就是省掉 而且可以无耻花去做那些事情 对对 所以他可以从一个个人 开始采用期 到一个学校 到几个组织 而且这个事情已经成熟了 所以他可以用到确定的 有点像 我就是口耳相传这样子的概念 不需要校长他们当拍板 他可以自己横向的组织 起来 上下都可以 OK 我自己去年有参加 一个蛮大的无耻花行动 就是简讯实验词 大家可能有用过 应该节省蛮多次 应该节省蛮多次 对 那在简讯简直的一个特色 就是说 我们并不控制那个APP 也就是说 我记得最早是几万家 那但是很快的 就大家在LINE的那个 就是打五星评价那边 很多人去打一颗星两颗星 做家朋友的那个界面 竟然都可以扫 简讯实验词 爱蒙斯到底在做什么等等 就是出现一个很大的社会压力 然后大概不到一个月吧 LINE公司就跟班 那专门会我们跟班 那说这个 台下家朋友的予点 造型的时间 那除此之外 还有像趋势科技 或者很多的 台湾社交距离 什么本来根本没有这个功能的 那他也就在这个开放的 Protocol 开放的标准上面 去加上了这个功能 那为什么呢 就不是我们去要求 那么跨国公司 我们政府也很难要求什么 而是说 他们的使用者 拼命搭给你信任性 然后去要求加这个功能出去 那我提这个是说 因为社会创新 它有别于产业创新 是说 理论上是每个人 都可以自己客制化 那所以简讯的 这个情况下 就是有很多open source 就是已经自己客制化了 然后他们是拿着这些 比较成熟的 自己客制化完 的解决方案 然后去问 比较大的商业产创 那边问说 为什么LINE做不到 为什么趋势科技做不到 为什么谁做不到 等等 但如果你一开始的那个 frontend 就是前段的部分是你控的 因为我刚刚看起来 是你控制的这个部分 那使用者就没有共创的那一部分 所以就是说 你还是我觉得 要找到某个开放标准的 那个区域 然后使用者 他有很强的那种共创 或者是要求 他现有的ERP 去改那个系统 来符合你这个系统 那种动机 那这样的话 才真正能够做到 你刚刚说的就是说 他比较相合而相传 就是每个人都是你的 倡议者 我稍微回应一点点 我发现就是 其实完全的open source 跟完全的这个商业化的东西 他这边其实需要一个平衡 当然 也就是说 最理想的是把这两边mix起来 有些需要专业很稳定的 然后甚至要 能够持续投入的 这部分要用专业的 而且甚至是 市场上比较成熟的东西 那另外一边 又有开放的部分 所以这边所有的人 都是一种比较open 比较API的方式去做的 所以这样要再共创 有很多的方式 可以再去共创这次 那我们也跟 学校的实验室合作 来做这件事情 不是说整个open source 其实前面是后端也没有open source 但是至少就是说 每个人在参与的时候就没懂 他自己就知道说 我如果自己刻出一个见面来的话 我也做得到 那这时候他有种安心的感觉 不会觉得说 我跟你和这个签名的交易 一定要经过 某个我不太相信的第三者 需要经过第三者 这个是缘解 我一定会需要 至少你的电信公司 你总得相信吧 对 至少你如果不相信 你可以用台北通 台北通 如果不相信你 可以搭钱去 对那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我们有六个player 就五大电信公司加台北通 那所以大家在里面 总有一个相对的 比较相信的 那真的不相信 就会去弄十分 那像这样子的情况 在一开始就比较容易 让大家愿意自主的投入 因为他至少有个选择 这样我的意思 像不是说 全部都要分 source 的意思 好谢谢 好 那第三个我觉得很棒 真的而且在measurement 那个概念上面 我觉得是写得非常的清楚 那不过就是从 就是接触到科学家 就是到立志为成为科学家 这个是怎么样估算的 就是有什么想法 一般在广告行销学 是百分之一 如果要卖十万台的车 它的喜好度 它的忠诚度 到它的受重度 就是一千万到十万 那这几乎是百分比的大数法则 我们最常讲的是 八十二十法则 但是我自己 这么多年来的经验 授课或者做实验 其实是百分之九十到十 真正的顶尖精英 其实只有十 百分之九十是 所以按照这个比例下来 那其实应该这么说 我过去是东力出版社的总编辑 我自己也是三岁看一本漫画 才决定做这么多的事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的漫画书 给一百七十七万个小学生看了 而且是管保的科学家 整理出来的资料 那么这一百七十七万个小学生 就有一些行动者 科学家 哪怕最后只有一个科学家产生 因为他会说 他小时候一定看了某个电视某个人 或某件事引爆 我的漫画书可能是其中之一 真正能拯救地球的 像爱因斯坦 或者是音乐界的 这个等等的重要人士 一个就够了 但是按照一个大数法则 行销学法则 我列了十分之一的一个百分比下来 那就是 杨茂没有问说 那为什么是以实体书为主呢 因为 以我的理解就是说 目前 特别是 今年开始 慢慢用品版之后 就是很多这一类的东西 会用电子书的方式 我 因为我本身是做 漫画出版社的负责人 那各位应该都有看过漫画 你一本书拿来手上 是一个非常感动 不断 不断的有人告诉我 你为什么不用电子指板 我到现在还每天买报纸来看 我没有办法 很多人买到一本书 就是增长的慢慢翻那个书箱 去年的一个 亲子天下的报告 让我非常的伤心 其实在十年前 我开始做这件事 我就知道 贫富不均的状况底下 其实有很多人是拿不到书的 去年亲子天下的报告说 台湾有五十万个偏乡小孩 家里出了课本 只有一本书 那个叫农民力 所以其实有很多孩子 是没有书的 纵然他有书 可是一本款保帽号书 家长认同 社会认同 学校认同 小孩子看得很高兴 从漫画中看到漫画 从漫画中看到科学知识 环保知识 他会很珍惜的放在身上 那是一本环保书更重要 从我的长期的行销理念 跟我实际的务实经验来讲 那是爱跟温暖 那是一个社会物件 就是大家会绕着他互动 绕着他讨论 不过我刚刚并不是用电子书取代他的意思 完全没有这个意思 我只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QRCO 所以我的意思比较只是说 你值本分到最后 是不是有QRCO 因为当我要注印或者什么 有些删述也是这样 就是说你看完之后 我扫QRCO 我也可以自己把它丢到iPhone去 然后就印本给旁边的人等等 那这样的话 至少那个理念的扩散 就比较容易 这也是跟刚刚的那个 就使用这个 你的倡议症的 那个想法比较类似 但我完全同意说 第一个touch point 第一个接触点是几分 它记得比较久 因为我们目的是行为改变 所以我只是说 加上而不是取代的意思 谢谢 我可以普通报告吗 好 请 书的阅读是一种知识的启动 所以我们做了只有去动画 跟问卷调查跟行动 刚刚也讲了 让它变成认证管保师 后续以及成为科学家 其实漫画是一个启动的 就像我小时候看你本画书 可是我要学 学心理学 企业管理学 人体工学 建筑学 物理学等等 可是那都是漫画带给我的力量 漫画是启动 可是后面的我们 刚刚计划中 也一步一步在做了 好 谢谢这个非常兴趣 而且我自己也是这样想的 所以非常感谢 好 那接下来是 我觉得那个 有时候就取一个名字 是最好的 就是行销羽毛 就是这样子的名字 它很容易把这个 清定制定制等等的这些 概念连在一起 那不过我有个问题 就是说 那你怎么样确保说 它不会变成 好比像说 就是卖广告 或者是其他的非艺术性的 因为我们这整套 它有色创意义是奠基在说 它有外交 以及一些 像善像美的 那个行为改变价值 但是 就是说外部性 不是只有正向 也有互相 所以就当它是 就是 at some point 因为就是架构者的 或者是容易流动性者的 或怎么样 那到最后就变成是说 好像我们开放媒体 那真的很棒 但是如果没有说 媒体的工作者 他自己有一些 对自己的要求的话 那也很容易变成说 它呈生一些 负面的外部性 所以这部分 有没有什么想法 其实 我也有想到 一样的问题 然后 可能这有太正确 像您的思绪是 刚开始 会有一个 就是审核指标 然后就像外部的人 在接触这个部分的时候 他是否可以达到 有以上的一些思绪 因为毕竟 它也 所有的共创者 也是我们的门面 就好像是一人BNB 你有不好的房子 是该怎么办 我们就先 以前有一个不好房子 先筛选掉 然后先保留好的部分 口碑慢慢起来 再慢慢打开 大概是这样子的逻辑 对 但我比如说 你讲的是一个测试功能 但那个测试功能 放在哪里 我刚刚有点没有听清楚 其实我本身也不太清楚 我刚刚有点 对 就是说 我们就是一个 就是协调问题 就是你的那几个 除非对他们同时都有优异 不然的话 这个就不会 这个局就不会成 对 那但是 只要有审核 或者策展的这种权利 而他让艺术家觉得说 他比起本来的 那个审核或策展权利 他处于那个 就是更烈士的 地位 那他其实有很多 别的地方可以去 虽然也许收入不高 但是至少他不会觉得 他在endorse 一个怎么讲 品位就是 他不想要名字 跟他连在一起的一个 一个平台 我就很直接讲 不好意思对 这个我会觉得说 这个Curation还是一个 可能需要 参加的艺术家自己 我不是说就是合作社 或什么 不是那个意思 但是他需要有某种 collective的那种精神 就是他的这个规则 至少关于他们的那个部分 他们要有 相同的决策权 或发言权 那不然的话 就是又回到说 那我是博物馆 或者是美术馆 或者是艺朗 或者是一个艺朗 或怎么样的情况 那我的品位跟艺术家 那每个人 都能够认识的人 是有限的嘛 那就很难一次 就比较照顾到 就是愿意加入这个 生态圈的 艺术家他的这种偏好 以及这种要求 所以我觉得 让他们有某种 共同决策的这个方式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 好 谢谢 好 那最后一个就是非常 就是格式非常清楚 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问题 我想就是 因为你的这个说服方法 基本上就是跟市场做简报 就是极为公共门思维 你今年要达到这个KPI 我用更有效率的方法 帮你达成 有什么还不过钱给我 那样一个做法 那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就是在台湾车上要扩散 大概这是最简单的 就是2G的 这条路 但是就at some point 你会碰到真正的厉害关系 所以我是蛮好奇说你有没有 就有点像刚刚讲的那个QR Code 共创的片 另外一套就是 能够促使你的厉害关系 开始帮你一起开发 或者是一起 买这套产品的东西 因为你刚刚那个切角 大概比较不会讲这一部分 所以就是2C的 Citizen的那个部分 看有没有要补充 谢谢好 第一个我觉得应该是 你最近工作球被吐足了 真的 好 第二个话先回应一下 就是来回应一下刚刚的问题 第一个话 因为其实我们为什麽会有这样的需求 因为说为什麽我们今天 简报是这样的呈现 其实我们在整个发想 从10月11月的时候发想到 现在这段时间 我们经历了大概三次多段 我们一开始根本不知道这些东西 那我们也是在体察到发现说 实际上平台 或是说目前现有的这些服务中 其实他们都已经提出了这些需求 我们急需有人来协助我们 进行长造资源 跟长造需求的盘点 我们才开始觉得说 我们应该把整个左转 往这个方向前进 那再来的话 第一个这是为什麽说 我们认为说他们会协助我们 一起来推行这些事情 再来的话 其实因为我们会透过的是长造距离 那据点基本上来说 还有在地暗闹的一些单位 还有社区服务的一些组织 那这些组织呢 其实他们之前到人家 其实他们会显然自然的一个社区 那我拿出我的手机 我跟你讲说 我今天用的这个APP很棒 自然可燃这种行为扩拆出去 这是我们想到的一些自然可燃 回去发散的一些效果 这就好像说某个个关系 从他们服务的个关那边 对按键那边知道 他正在用这套系统 然后他就有机的去推给他所认识的据点 等等的这种做法 是 ok 那我们觉得 就是对里面每个touch point 他都是刚新需求 实际上past view 就是早就应该满足的需求 所以你不需要特别设计用音机制 他也会自然的散开来 概念是这样 其实我们也会有关系 就是关于这个部分 例如说你如果采用我们的服务 他会有一些就是v-bank 或者会员基点的方式 来让大家就自然的 愿意去再去 perform 给别人 有点类似说invite code 这样子 对那我觉得这蛮好的 其实就是我们缺口 就是光的入口 就是说目前的这个需求 因为这个缺口是所有人都计算得出来的 所以你到这一步大概都还是可以货币化他 那只要三个货币化就像你说 这是算得出来的 那在未来就是说 假设从社府模式慢慢变成就是 商业的保险或什么东西 也开始大家觉得说一种值得 虽然我可能用不到 但是无论如何值得投资的一种商品的时候 就是假设我也用得到的话 而且他价格变得比较合理 因为比较多人愿意使用 需求当然多一点的话 那边可能就会要求更多的货币化的 就是factor 就不是我们刚刚这边讲到的 政府无论如何都要做一种 自己而已 或是说每个人开始有自己的偏好 就像你要买 买型的保险 这样应该开始有自己的偏好 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会出现就是别的metric 那可能就是你们不太可能都知 那但是可能就要找自己的那个segment 然后去跟那边的commercial plugin合作 那但我觉得这个passway蛮好的 我只要是只要一段位很长 可以待很久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可情性蛮高的 谢谢 谢谢 好 那看我们最后有没有什么大家想要的remark 有没有我们也要吃下两分钟 有没有其他的想请教 可以有问题 请问政委吧 就说因为实现银行 其实因为台湾很多人在都可以动的 那我在想做多多以政府的角度来看 有没有机会去 拉比跟政府拉比去 去东方的Polocon 类似这样的一个想法 我想以政府的角度来看是怎么样的 有其实如果去看我们PITIS频道 或者是我们的SAID的主字稿的话 应该不下于四个 实现银行的framework 曾经来找过我谈过这个概念 那我回应大概都是相同 就是说政府的工作 它比较应该像是去降低大家创新的成本 也就是说实现银行它有一些痛点 从身份认证到一个大家都能够信得过的 这个auditing的组织到等等 就是每一个都是可能某个地方政府会觉得 在这边他已经愿意出来担保 但是中央政府可能还没有那么大的信心 因为他没有信心说所有的现实 都到同样的这个level 所以我觉得我们两步 一步是说就是创新的扩散 先确保说大众小规模试点里面 真正有work的部分 而且是有audit或有work的这个部分 尽快的让大家了解 那这样子的话 这几个不同系统中间才有互相 就是interoperable 互相操作的这个可能性 那第二个我觉得也是同点重要 就是说目前这边的这种沟通成本 因为讲时间银行四个字是很容易的 但其实你如果很细的去看每一家的话 其实它的那个优因跟那个经济模式 完完全全都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些metric出来 那能够达到这个metric的 那然后又跟前面的那个protocol是胡同的 那这个它就自动就胡同了 这其实有点像是数位活币的那种概念 就是说每个社区当然都可以发行自己的社区活币 可是它的就是流动性啊 兑换啊等等的这些 不可能中央银行去帮每个社区看保 但是我们能够做的不是说 就要求大家都来用CVT4样号发行一个数位 或者可能别的政题可以这样 但是我们是没有没有这样子 那待在我们能够做的是说去看说 目前市面上这些解决方案 包含稳定币什么东西的 哪些真正达到无害达到共荣 就是无害共荣这两个最基本的要求 那等到我们都找到了这些无害共荣的基本要求 所以我们把这些metric写下来 那就变成是说你能够不造成这个当地的经济的 或者是自觉权等等的这些的损害这是一个嘛 那以及就是这个它能够跟其他手续共存共荣 而不是说它让未来手续没有它发生等等的这个情况 那这两个都满足的话那样再出来就是为这个 这个criteria 背属 而不是说我们自己去弄成这个单一的 虽然是无害当然无害 但是就没有什么共存可言 因为民间就不用创新了 就国进民退了嘛 在这个做法 所以我自己对社庄的概念本来就是这样 就是民间的这些我们全力支持 但是绝不主导 那我们唯一主导的就是去 measure 它是实际上是无害而且共存的这两个部分 希望来到这个问题 谢谢 刘伟 还有 只有一个问题 請教主席 請教主席 台灣的產業 中文醫療是軟體的部分 一手比較薄小 這跟產業特別有關 台灣也有很多很棒的軟體 台灣美國跟中國發明專利 而且已經把台灣的醫療產業 已經過半月中都採用了 這讓他有機會推成全世界的標準 可是在國內好像很難 政府在這方面很難去 去施力 然後像剛才這樣軟柱的 4K 4K8K的園區 他可以在很低的頻率去運作 這些組合在一起都會成為很重要的 全球公民的社會基礎建設 台灣也沒有機會成為全球公民黨 一個示範的點 但是很難有這些 助力在這個地方,台灣是小又小 所以我想請鄭瑋琪 給我們一些點評 特別像剛剛這個東西,如果台灣一個 研究生論文可以做得到 其實全世界的論文都可以做得到 所以他可能會成為台灣一個 全世界業界的地區的亮點 鄭瑋琪請 鄭瑋琪給我們提供一下 其實大家如果看我在民主統會 或其他設計公園等等 其實我們概念一直都非常簡單 就是說 我們在台灣這邊是一個實驗點 我們一開始就是為了解決實際性的問題 我們並不是專門為了解決台灣的問題 那這個很重要是因為 如果大家覺得說你解決當地的問題 反而造成外面的鼓勵外部性 那根本沒有人要跟你談的 對,所以就是說先證明 就是也是剛剛講到 武害並損 這個是非常重要 那就是為什麼用SDGs 等架構等等 那當然除了這個之外 另外一個我覺得也很重要 就是說你要盡可能的去創造這種 就是共同在場 的那樣子一種體驗 那當然在疫情期間 真的是因為很多人 他本來沒有聽過台灣 但是他拿著就位金卡 或用隨便什麼方式 我細谷的很多朋友 他們事實上就是在台灣 對,那但是因為他們反正工作 都是遠端可以做 他也並不是特別care他人在哪裡 那所以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在哪裡 也就是在台灣嘛 雖然Moban雜池說是最危險的地方 但是 我也認為 對 我也認為他們就是找安全的地方待 那因為他們來了之後 就像你說的 我們很多local的這種 innovation 他們就發現了 那發現之後呢 也就是我們好像已經覺得沒什麼用 我們已經習慣很久了 那特別是像健保卡這件事情 大家都已經習慣了 不知道多久了 但是對很多人來講 這是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創新 他們從來沒有想像 我可以這樣子用 對 那在這個情況下 他就會把這些訊息帶回去 然後去刺激那邊的社會創新者 說 既然他們都做得到 那他們就會pressure 他們的市政府 他們的狀況政府 說 像首爾的那個口罩地圖就這樣來的 就是完全是他們當地的人去敲碗 說台灣都做出來 為什麼 這個我們做不到 這樣子 所以就是說 創造更多這種 共同解決某個小的 但是具體的 但是破解的 的問題這種經驗 那之後他就會開始想到 所謂的台灣漠視 就是說 那你不一定要在 像我剛講進去實驗池 就是 在人權跟防禦中間 不一定要取捨 台灣找出一套不用取捨的方法 這樣子 既保障隱私又能夠檢固防疫 那這個時候 他以後再碰到類似的問題 他就會回來 問他當時 就是可能真正 literally 做引誘蛇 說 那解決這個問題 你有沒有認識什麼其他 台灣漠視的創新者 這樣的做法 所以就是盡可能在 短期的破切的問題上面 去創造那種 共同解決的那種體驗 這樣子 那這個也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謝謝 好 我們謝謝 楓正偉在法國中 用這麼短的時間 給我們各族的評分 跟團會 好